我們今天沒有特別請到法學專家 我想有關公共衛生跟科技相關的風險 或是災害的關係 在法令上有非常需要建法的地方 剛剛有一位記者朋友問過建築法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建築法在規範上面 如果有相關 如果您知道地下有相關的短線的時候 那建商在科技的建案的時候 應該進行怎樣的法律規範 所以我必須要講就是 剛剛前面的同文提到就是 高雄其實是跟其他世界各國是一樣 是工業化跟都市化的關係在進行 那我們今天要檢討的就是說 同時面對這種工業化跟都市化的 面對的各種難題 譬如說今天要遷移管線 也不是一觸可及的 那剛剛有同文問到是說有其他未報區 我想這個也都是一定要檢討的 那我今天要重申的就是說 在這一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能夠利用這一次的事件 真正的認真的來反省 該修的法要修 該檢討的要深刻的作為一個 非常重要的理事件 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今天我想非常多的記者朋友 都集中在這次災害爆炸 這次爆炸氣爆的事件 可是各位如果認真去檢討 我們的這個石化產業 其實它還有非常多空污自然 剛剛宏林教授提到 我想我們許惠從教授 也研究過高雄大社 周邊幾個區域的居民 他的健康自然率 是高於全國人民 非常多倍的 待會如果各位有心情可以問 各位去問問看 六親附近的居民 還有最近有些新的數據 我想我們今天就不要特別談 就針對小朋友產生的健康風險 這個都是一遍要來檢討的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不是只有一個氣爆事件的 公共安全事件而已 這是要整個來檢討 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 這個重大的一個國家的產業 它面臨的無論是空氣污染 無論是健康風險 無論是公共安全 無論是管線的問題 還有牽涉各種所謂的法律徽章 還有管制機構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統整的 真正切切的反應 而不是這個事件過後 然後各位媒體朋友的這個焦點過後 整個事情都沒事 我們台灣常常都是這樣 所以那個系統性的風險 一次一次的累積 一次一次的炸得更大 我想任何政府來治理 如果這個部分沒有處理的話 我想誰當選都是一樣 會產生這樣的更嚴重的事件